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馬來西亞的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另外還可以在二台正向部 和三台沙熱冷氣中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大家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我們錄的時候是我這邊的時間的星期五 在昨天星期四,又有一宗犯罪案件出來了 而且是非常大宗案件 但是今天傳媒已經震低了它 因為牽涉好太多東西 可能暗中有人操作,不想它說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裡有五大銀行 曾經成為加拿大第一大銀行的 道明銀行 Toronto Dominion Bank 是承認串謀在美國的洗黑錢罪行 結果被美國司法部罰他 重罰 罰了他三十億美金 好金 是創紀錄 對上一次這麼嚴重的 就是HSBC 匯豐銀行的一百億 好像我記憶了 可能有錯 十多三點幾倍 其實Toronto Bank 之前都拿過幾次 其實他是之前被人告 所以他就留下了四十億去解決這件事 現在還給了三十億 表面上就是很好 他說他需要什麼呢? 未能夠妥善監管和墨西哥胡椒粉粉 洗錢的指控 嘩! 胡椒粉雙人還要妥善? 還不是洗東西? 洗顏息錢? 他的罰款包括 要給美國財政部的金融犯罪網絡 13億 是創紀錄罰款 然後還要給18億 給美國司法部承認有罪 解決美國政府對他 使用銀行保密法的調查 美國司法部表示 你們這間Toronto Bank 在交易程序上有一個長期 普遍系統性的缺陷 根據法律文件表示 由2018年1月到2024年4月 你有超過90%沒有受到監控 使到三個能夠洗錢的網絡 能夠通過這間Toronto Bank的賬戶 轉移超過6億7千萬美金 裡面就控告五個人 其中一個是主佬 很不幸 他是一個華人 叫David C 中文叫做 他是直譯 C大英 叫David C 這個人就是主佬 他對Toronto Bank的員工 總共給了5萬7千元的禮物卡 用這個造成一個網絡 幫他花超過4億7千萬的現金存幣 少少禮物都可以花得這麼爽 超值 根據說 這傢伙 搞過什麼呢 就利用他們的ATM 機 就作了40至50次 超過ATM 機 可以做的存款 即是那些 有限額的 有限額的 他就可以在銀行那裏搞這些東西 就把4億7千萬 就由TDD分行的網絡 這裏傳這裏傳那裏 基本上每一天就花100萬 好誇張 至少100萬 好誇張 毒害我們 這樣說 現在呢 其實這也未算是最重罰 錢再其次 但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 首先 他們查到的 David C 和別人的內部訊息 最可怕的是 TD Bank 其實在十幾年前已經在美國開分行 那些人經過美國分行 跟他通訊 有些銀行經理 其中一個銀行經理就是 喂 David 你真是需要快點停手 哈哈哈哈 L.O.L. 這樣笑 即是 laugh out loud 即是一早有人知道這些東西 是 十年前都壞 難怪得花了百億 有一個員工 直接在內部通訊那裏笑 又是這傢伙 真是最可怕的那群禽獸 都在我們這裏開戶口 現在他們就知道那個人是什麽人 那個員工就說 當然了 因為我們是最方便的銀行 方便有一個日號 我們最方便的銀行 就是TD Bank 在美國的一個slogan 即是他們的口號 他們的logo就是 我們是最方便的銀行 比你美國的更加方便 結果真是很嚴重 那過去11年 胡椒粉箱很漂亮 是啊 現在TD Bank就被控 即儲罰不單止要給那幾十億 不是不單止要給那三十億 而是 第一 要你有資產上限 未經批准不准開設分行 推出新產品 即金融產品 要求董事會 對每一個股息資 即給股息時你要進行認證 你每一個對銀行合規和撒 反洗錢的計劃 要進行第三方評估 所有的東西都要進行審查 資產上限限制了銀行擴大資產負債表能力 即是你向其他銀行借錢給人 紅賣借人錢 那些東西全部都要經過審核 限制了你 這是最重的懲罰 對上一次 搞這些事情 就是2018年 對於Well Fargo 所謂富國銀行 實踐了資產上限 將負債表限制在1.95萬億美元 這是被視為最重的儲罰 基本上當你是枉死女打的 而這個禁令 同時不准你批准 不准你開分行 即是已經限制了你 從此在美國可以擴展的力量 即的數目 完全限制 其實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TD Bank在美國急速擴張 曾經計劃到2027年 在美國開設到超過150間零售分行 他為了這樣做 就要去收購一間田納西州的銀行 叫做First Horizontal Cooperation 那134億美金的交易失敗 是因為他想收購別人美國的銀行 擴展擴張 但是你這樣做 證監會就查你 一查 哈哈 就知道你是一個仆街 誤查就猶自可 一查你就大了 其實TD Bank 作為加拿大銀行 是一向都說順遇超注的 我們這裡有五大銀行 很多年前其實是六大 其中間叫Canada Trust 30多年前還是六大 後來TD Bank收購了Canada Trust 就變成五大銀行 但是為什麼他會淪落到現在這樣做呢? 其實是他在2000年左右進軍美國 慢慢慢慢擴張 就做到他當時就是這樣 你看到綠色的一大大小小 就是他在美國東岸的勢力 有幾多分工 ATM machine 是很厲害的 最大的圈 比如紐約的圈 就有400個ATM machine 或者TD分行 中圈就是150間 細圈就是40間 所以你看到其實很多間 他已經成為了美國 可以說是頭十位的銀行 而當他到了2012年 還有紅塗裝置 有個口號 我們就要Tick New York 直接殺到入去紐約市 這樣就威威吃雞 但是在他之前 2010至2011年 美國證監會就要查他 就跟他說 你的反洗錢部門 有嚴重缺陷 麻煩你搞搞他 這樣說 而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當時的2010至2011年 TD Bank 他很壞不壞 就跟一個叫Alan Stanford 的美國有錢人 有生意族 這傢伙 原來是來自德薩茲州的有錢人 有龐氏編局 TD Bank是出事 這個編局有713億以上 即是說 這個底部都不是好得到哪裏 就是TD Bank 在2011年 就中了招 中了龐氏編局的招 就是加密 當時老蟹都說沒有 美國人 關於這些都公正 即是說 我當你沒有 第一次 這個法例 當我第一次搖树一下你 就跟他說很多提議 當時的CEO 就叫Aclark 就說明我一定會改善的 沒有問題 將整個System 甚至他們的電腦系統 都改善了 在2011年就改善了 到2013年 簡直是順域超駐的反洗錢銀行 大家都要知道 美國是看這些 看得很緊的 但是到2014年 重大的事件就發生 Aclark退休 就由一個叫做 馬斯拉尼的先生 上位 這位先生 就是大家見封面 看到這位 他是印度裔的CEO 近來印度裔的CEO 都不太幸運 大家記得 有Starbuck的CEO 有人叫他賣便宜些咖啡 他就說 不行我要賣茶 增加我們的生意 要賣茶 結果就被人炒了入獄 這位馬斯拉尼 馬斯拉尼先生 上位 上位的第一件事 當然要安插一下自己人 改革重組 2015年改革重組 2016年 站穩陣腳 就說 我們現在要用新的Software 去做事 尤其是反洗錢部門 這些軟件 time to time 都要提升一下 是嗎 是的 但不是根據他舊的Software 去做 他自己又找人去做新的Software 這樣就災難發生了 這套新的Software 和他舊的System 不融合炒機 我知炒機是真的炒機 他當時的形容是叫Disaster 是一個災難級 他所有銀行的Data 要轉來轉去 去保住客戶的Data 這招是不是故意的 整亂你裏面的 讓你比較難查些 或者搞定證據的感覺 就這樣聽 未必是的 我們以我熟悉的印度裔 可能他又想提携一下 他印度裔的Software頁 是不是 他的IT人才是很厲害的 可能找了很多他的IT人才 就是天才進去 但是多多做得起 可能裏面說 為何會搞成這樣 是未有人說的 但是以知 總之 他這個Software 倒了他的檔 倒了他的檔 就簡直是 搞到那壇粥 即是一窩粥 一窩粥 一窩粥到他們基本上 覺得用這個反洗錢的Software 是不行的 而且由於他改革 改革得好不倫不類 就搞到整間公司 就好像沒有染雞籠 不再理會這個金融安全 我剛才就是奇怪 你搞這個東西 是否為了鋪路你之後 可以做下非法事 提升這個系統 雖然你是打正旗號幫同鄉 我覺得不會的 即是上面這個人 或者他那些班底的人 未必是這樣鬼樣的 即是初心不是這樣 但是由於他這樣做 就搞到 他搞到公司很多東西 架床貼屋 即是他那些改革 就不停地層層疊疊疊 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要做一件事 要30個人 即是譬如說 你做一件事要30至50個人 的主管一起說yes 你才做到那件事 但是你要不做那件事 你講一句No 一個人說No 就可以做到那件事 就可以禁止那件事 即是那個決策層出了問題 很多事情 譬如說 很簡單 這筆錢批不批 你要30至40個人 或者這個人查不查他 有30至40個人 要同時同意才可以查那個人 但是誰知道 又一個人說 不要查他 讓他那條數個 就是那些洗黑錢 由於這樣駕床貼屋等等 就出了事 就給這個叫David C 可以和那些胡椒粉粉 麥西哥佬 就陷在一起 於是就來加火 據說 每一單洗錢 這個David C 都可以拿到2至3%的 bonus 哇 肥啊 一天他洗100萬 大家計算一下 即是肥哥肥仔細 幾年 起碼 暫時還未說 因為案情已經進入 司法程序 總之以年計 每天100萬 當他搞到目足的時候 其實同時那些 毒品是進化的 即是轉了 譬如說 以前的哥倫比亞入貨 現在就化學品都搞得定 那些成本又低了 又可以在別人本土生產 就做到很緊要 所以其實是很嚴重的 於是就一直查查到 他2023年 我剛才說過 他那個 Alan Stanford 那件事 他TD Bank 才賠了出來 就賠了12億 但是現在這件事 他就要賠多30億 就是這樣 而且已經是元氣大商 昨天呢 即是一公佈 他跌了4.7% 他的股價 應該下個星期 是陸續有來的 有些古靈珍貴的東西 這個CEO 現在就說 我們現在就面對一個 很困難的時期 怎樣怎樣 那些事情 但我相信他是難持其構的 不知道他可以捱多久了 他不用蹲 他不用蹲 但是要背鑊 這隻鑊 他跑不掉了 我相信 提早退休 他也62歲 拿著BONUS 走 此獄中離開 此獄中離開 就有他的份 被手上弄出這麼大頭髮 對 那個David C 每一次洗 其實真的很誇張 他每一次洗 他都是用Wire Transfer 和Cash Check 就搞得好 所以就是這樣 被人罵到他飛起 你罵到TD Bank飛起 你這樣也可以 你用Wire 幾十億 你沒有人監管 沒有人看 因為基本上 他的銀行內部是這樣 你每一次發覺有什麼不妥 你都要填折執照 你每天這樣 你每天這樣 你每天這樣花那麼多錢 你可以不讓人查 小小事情都不查 其實內部監管 是完全失敗 他是罰得對的 但也是收割你 看看吧 我想這個CEO 未必過到聖誕 因為其實他現在在美國 應該是玩完 TD Bank 沒有回5至10年 他是做不回 祝他好運 那好吧 我們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